特區政府採取一加四 適度多元發展策略 盛著綜合旅遊休閒業的東風 有本澳年青人實現創業的夢想 我覺得趁年輕人可以去冒險 我覺得都可以在這個時間去做 可以簡單來說 是完善一個我未完善的夢想 今集帶大家一齊看看 兩個獨具特色的本澳品牌 通常澳門說起都是食品類的手信 但奈何這些有可能帶不到上飛機 或者帶了去其實帶回去已經不好吃 所以當時就思考了 為什麼澳門某一個很好的 非食品類的手信品牌 或者設計上面包裝 或者所有的風格上面 都可以好代表澳門的一個品牌 2016年底就有這間公司 然後我們用了一年時間籌備 以及設計生產 2017年底11月就正式 由我們第一部上飛機 在市面上售賣我們的產品 很多人要說你想搞什麼桌頭 跟技術 其實不是的 我們很單純就是想省錢 因為大家都知道澳門的人力成本 或者租金成本都很高 尤其是我們要做旅遊品牌 我們想想怎樣可以將這些錢 或者成本 用回產品的品質上 或者設計包裝 做得精緻一點 漂亮一點 而又可以賣得好一點的情況下 我們怎樣可以省這個錢 我們突發其上 突然想到 其實世界各地 尤其是日本 可能它都有很多自動手賣機 不單純是賣食品 它會賣一些產品類型的東西 我們可否也都可以這樣做 而我們又不用真正正式 租間店或每間店都找一個人去看 因為我們本身自己的團隊 甚至他們自己也有些營運 或者設計上的底子 所以整個產品品牌的規劃 其實我們都是很順暢 甚至去到設計生產 其實都沒有太大問題 但是反而會是 我們之後落地去銷售 即是我們已經有產品了 我們去黑潭不同的銷售店的時候 尤其是我們去找一些旅遊區 甚至乎一些比較高級的 五星級的度假村 去傾我們 把我們的機器放進他們的店 他們就會覺得 自動手賣機會不會 檔次感覺上很廉價很低 當時澳門其實是 沒有人用自動手賣機 賣非食品類以外的東西 大家都有一個固有的印象 可能就是一部四四方方機 甚至乎沒有設計沒有顏色 我們都想將自己的品牌區別出來 而我們又是一個旅遊品牌 我們都想突出這個形象 我們就將我們的售賣機 將一些細圍的建築物元素 加入上樓 我們給了一個屋頂 或者參考一下教堂的顏色 以及形狀 我們就做了一些裝飾在上面 讓一些旅客來到的時候 為何這部機器這麼搞笑 這麼有趣 從而吸引到他們 再多望兩眼 我們就會增加銷售的機會 所以我們當時都用了很多時間 或者用了很多心血 去解釋這件事給他們 當我們有個點的時候 即是放進去 真的開始逆運的時候 也遇到不同的困難 因為自動手買機器 是24小時這樣去營運的 我們當時也會有出貨失敗的問題 或者有些客人不懂操作 令到機器有些問題 他們就會很焦急 他們就會馬上聯絡我們 我們也要很迅速去處理這個問題 當時其實 因為開頭人手不是很足夠的時候 所以可能都是我們自己親力親為 當時其實壓力都挺大 有人開創了澳門從未嘗試過的經營模式 亦都有人將本土原創的動漫IP 帶出澳門 Hello 大家好 我是黃紀錫 是原創IP水桶王創辦人 由小學 由中學 其實我們都想出一本漫畫書 去到我們出來工作 然後有自己的公司 開始想 其實能否實現一下它呢 所以在我們2015年 我就開始構思 除了做一些公司內部的東西之餘 或是客戶的東西 其實我們都可以做一些自己設計的東西 以及自己構思的東西 去衝擊一下同事們 以及自己的 所以我們就構思了 一般畫書 IP 公仔 那麼就很幸運 我們在上一個投標的話 就跟了三馬那邊合作 我們授權給他們 他們經營一個叫親子樂園餐廳 剛好我們的理念 就是跟小朋友有關的 所以就一拍二合 他們的餐廳都很好 他們很看好我們的IP 所以連IP的名字都叫做水桶王國 我們是水桶王 澳門的話也開了一間體驗店 其實很多東西都很新鮮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以前面對的話 是一兩個客戶 或者是客戶不同的種類 但是現在我們開了店的話 我們就會跟更多的客人溝通 所以我們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更了解了 更多了 原來客人的需求是怎樣 這個是我們開門市的話 很大的得著 做好一些東西的話 這樣自然是有人欣賞 這樣自然有人欣賞的話 自然就會有人去找你 這就是我們前期的做法 但問題的話 其實是不合理的 意思是 如果你想那個量多 或者你想那個燃料 更加大的話 其實應該要換一種形式 就是怎樣可以令到 更多人去認識你 因為更多人認識你的話 人家才會買你的東西 鍵著我們的話 其實就可能不是設計上面 因為你都知道澳門比較小 我們產品上面也不能做太多 變相的話 產品的成本就會很高 我們出的作品就會很少 因為每樣東西的話 我們要有一個倉去擺 如果你在澳門做的話 其實就是要面對這件事 就是去貨的問題 我們在想的就是 怎樣可以找到多少分銷點 去得快些貨的話 我們的設計就會可能 更新率就會很高 兩位創業者 在品牌創立的道路上 並不是一帆風順的 面對困境 他們又怎樣逆風而行呢 去年我們開始是想 如果我們不做實體店的話 我們還可不可以走下去呢 近來那個元宇宙的話 是比較火熱的 我們亦都在想 其實我們在網上 是否都有機會去做呢 所以說我們在過去那一年 也有更多的嘗試 將水冬王帶回身 將它變作了很多很多不同的角色 我們現在是嘗試著的 我們亦都是 在年裏面的話 我們找了一些 在半地音樂團隊的話 會幫我們做一些 水冬王 關水冬王的歌曲 我們亦都幫他做一條動畫 MV 我們其實希望是可以 透過這些嘗試的話 再給更多人認識 其實當初我們很簡單 就是上了一個 旅遊紀念品品牌 真的很針對遊客 但到後來 其實你會發現沒有遊客的時候 你就變成了 你的銷售的東西 就很單一了 甚至乎 我本地人 你能不能夠銷售給他呢 可能這件事都是一個反思 所以到後期 我們都會發展不同的東西 除了產品之外 可能我們會有一些活動 一些企業的客製的東西 可能我們都不會說 那麼有地域性 或者那麼有針對性 可能是做一些 真的家居用的東西 或者是他們 無論不是去旅行 都可以用到的一些產品 創業帶來夢想和機遇 但同時亦都存在 很多不可預測的風險 年輕人如果想創業 除了認真考慮 和做好明確的計劃之餘 在信息萬變的市場中 亦都要時刻做好應變的準備 年輕人真的想創業的話 其實我覺得是 只要你計算到 你要承擔的成本 你覺得OK的 那麼時間一定定了 如果幾樣東西都加起來 是OK的話 我覺得是可以的 儘管過程上的話 是不如意 或者甚至到最後的話 其實是沒有一些 很實際的收入 或者實際的東西 可以回到你 我自己覺得 年輕人是可以被你失敗的 如果你要做一件事 就要用足100%的能力 去將整件事做得最好 如果是真的做了 你失敗了 我覺得在失敗過程中 你總會有你自己得到的東西 可能得到的東西 不是即時的回報 但是你有某些東西的話 你會待到的 那這件事的話 可能對你以後的 人生歷念 或者一些經驗的話 可能是很好的 對於想創業的年輕人 我覺得先有社會經驗 就是去打一份工作 不要一段時間 然後了解一下市場 或者工作環境 是怎樣的 然後再出來創業 創業的時候 最重要是 知道自己想做些什麼 還有要知道自己的產品 和這個市場是否配合 或者這個市場有沒有需要你的產品 或者你可否創造一個 令這個市場需要你的產品 有這個產品之後 就要堅持下去了 不要打算一步登天 因為真的很多事情 會有很多變化 或者很多外來的因素 內在的因素 首頁的時候 其實要想很多事情 就是我怎樣可以 因應市場 去做一些即時的變化 或者你要在盤數上 要了解很多 哪些位置你可以創造 哪些位置你不創造 這些當時真的 有學了很多東西 Department 成為教育15C 方便你可以公開 資訊 網路 電臺 ack ML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